獲得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的體名 而處女作《命運速遞》又馬上獲得姜文導演的力讚賞 成為邪不壓制的編劇女獲樹榮 今次和趙薇導演合作了 兩隻老虎又是一部怎樣的電影呢 首先程溫導演 隨隨兩隻老虎出什麼樣的電影 呃...怎麼樣 它是一個非常黑色幽默的 非常有力量的 但也非常溫暖的一個電影 那我知道呢近年照明都很精挑細選 想請問一下究竟兩隻老虎有什麼吸引得到她 兼監製和做女主角呢 詹薇 請問你會不會 兩隻老虎當女主角呢 呃...因為這個劇本也是導演寫了兩年 才寫完那個劇本 我們一直在內地拍戲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劇本的風格和故事的話 就是在內地電影裡面 他也有很大的一個特殊性 很有自己的風格 很像一個有性格的人 呃...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做這個電影 對 我們大大的期待 請兩位貴伯們擺個合照可以嗎 好 邀請 可以站前一點就好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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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